观众我是华明明 欢迎收看今天2月23号公示晚间新闻 首先要带您看 目前面对居民强烈抗议 台北市政府也要求 限期搬迁的师大商圈店家 今天出奇招 现在中午的用餐时间拉下铁门 三十几家业者集体歇业 要让附近的住户跟学生体会到 一旦商圈变得冷冷清清 大家的生活是多么不方便 贴上自己做的封条 挂上抗议旗帜 中午吃饭时间 师大商圈一国美食街 却全都没营业 因为店家要集体关门抗议 今天的行动只是说 让学生居民可以体会到 师大商圈这边一旦都没了 会是多么不方便 师大商圈已经有九十一家业者 收到市政府的通知 要求限期停业或改变营业样态 不满投资血本无归 业者刻意让平常热闹的美食街 变得冷冷清清 中午要吃饭的学生 大家都很错愕 中午想要来这边吃饭 然后看到没有开 如果不开的话 对你们会说比较不方便吗 会 找不到东西吃的学生直呼不方便 但许多附近的住户却很高兴 当然很高兴啊 就是空气变清新的 然后也不会觉得那么吵杂 然后也不会有安全的问题啊 对啊 因为一些小巷弄里面 然后整排都是厨房 然后有油烟以外 就是真的会有很多安全的疑问 不过也有住户 有不同的意见 但这条项银是几十年了 不是现在才开的啊 所以你突然间把人家停掉 也不应该啊 住户 店家 学生 意见全都不同 台北市建管处则强调 针对违反都市计划的业者 还是会依法行政 不在期限内改善的 将陆续开罚 记者林正午赖正元 台北报导